我這邊接下的這一罐就是叫反子 那我們還是回到原來的架構 那就要有一個人來跟我接手架 你先打我這邊 那就受傷了 所以基本上當對方攻擊你的右半邊的時候 你直接要你的軸距碰 誰怕誰不會怕誰我比較硬 我怎樣都比你硬 好你Key我 對 然後他就變 對 我褲子會長 對 先記得我們架構 我們膝蓋 這邊也是超敵人的 所以敵人的踢你 你就拿膝蓋踹過去就飛過去 很多格鬥裡面不是有那種邊頭 這樣側踢我一下 他會受傷 他的側踢打到我們 他會接受 呃 他打下這一罐 是不是很怕 不是 他這邊 他是用這邊 他用這裡去擠我 你用這裡擠我 你用這裡擠我 我們力氣 然後還有再來就是 呃 慢慢騎 因為接下來這個動作 太快 我反應 大家反應太快會受傷 我這樣子 你踢 我就起來 踢過來我就站起來就好 蹬下去 直接蹬人 你就是膝蓋過來我給你蹬人 也是你膝蓋轉過來 所以我要這樣站著 任何人過來你就直接這樣起來就好 所以這個很重要 經濟獨立 對 有這招欸 有這招 對 窗戶有這招 那這招其實比較偏反應 當然我這樣 我這樣要踢過去 我要起來 這動作太大了 而且很容易被撈 可是 一樣 如果是對方攻過來的時候 你給我站起來 我會退 我製造出了我的安全距離 在我起來的時候 我會是拿一面去對 對敵 這是個盾牌 你不管怎麼踢 你就對過去 對過去 一定是他斷掉 對 人的這裡是最有 最有力的 為什麼 我們的體重 全部 壓在這個 這個面子上面 所以你這裡 或是你這裡 一定 你體重多重 就可以繼續多到空氣 那隨便一個人 80公斤 待會兒再這樣 80公斤的力量 就作用在他的小腿骨上面 那就斷掉 所以反擊器 上半部的反擊器 是用這邊去反擊 下半部人家踢了 直接起來 然後腳的面具對面他 騎下去 站起來 然後他要踢 啊好痛好痛 好痛 幹我的樣子 所以 你褲子已經髒掉了 我幫你褲子髒掉 可以啦 好好 來 慢慢來慢慢來 踢 踢下去 他受傷了 有沒有 踢下去之後 我是不是前進了 而且我是這邊前進 我進去 擋住了 我有三段 等於是 他只要攻進 一攻進進了 他要面對三段式的反擊 對 所以 這個站姿很重要 你站姿或戰隊 其實所有的反擊都是 我就騎 騎馬 進去 我就自然而然 因為我下來我一定前進 這一定前 就往前 啊擋住了 反正往前 我還有那個 下去的力量 下去一樣放在這裡 轉 這邊下去 轉 三段方 這是基本的第一個反擊 再來 打我的軟面 這邊是硬面 這邊是軟面 打這邊 一樣 打下去 好 你想想看 你蹲下來打鋼琴 跟你換 你再重來一次 跟你換 你打這頭下 好痛 添停蓋 你再更遠 你打 而且你打 啊 他叫不出來 你叫出來 啊 他死掉了 對 啊 你打 人被打不只會縮 你縮就往下 他頭也要死 我還帶了我自己本身的反射作用 你看根本 他頭閃 對 那 再來 上鋼琴 就是下鋼琴 上鋼琴 上鋼琴 都是一樣 對 擋 因為我只要 後手去擋 代表我前手的力前進 用這個東西直接撞下去 基本上那個先被撞倒 然後被撞倒 我再加 下去 下去 這是軟面的反擊 那 不論硬面 跟軟面 你的反擊至少都有兩頓式以上 所以 你的反擊 絕對能打中 而且你的反擊力量比別人攻擊力量更強 一定比較強 因為你是利用不升級的反射動作 受到攻擊的反射動作 借力打力打出去 所以你的反擊力量一定比他的防禦力更強 最重要的就是這個架構 這個架構想保持好了 其實這些反擊 不用特別去背 自己去挨挨一下打 大概就會直接反擊 對 就是 反擊偏 比較短 因為我覺得 反擊算是比較複雜的東西 所以 這樣比較短 大家不要緊 十分鐘